徐一扬是什么顶级优势啊 怎么可以情绪这么稳定 黄子涛跟徐一扬求婚 徐一扬还没说什么呢 他自己先感动上了 从你走进我生命里 决定陪着我的时候 前里其实早就已经有了最好的答案 徐一扬还得去安慰他 其实我伤了很久 谢谢 我不哭了 虽然很浪漫 但每次看他俩 我真的有一种看徐一扬带孩子的感觉 之前黄子涛骗徐一扬爬山受伤 他明知道是黄子涛的恶作剧 却还是假装不知道配合他 我就知道你骗我你肯定不会摔跤 你摔跤你可太没面子了 黄子涛切不好韭菜 说自己需要鼓励 我第一次上手已经这样多不错 虚虚鼓励小人格 你们鼓励鼓励我 徐一扬立马就哄 真棒我前脉离开了 黄子涛不满意徐一扬给自己卷的头发 徐一扬一句话直接拿捏 太帅了四马男 黄子涛都快被哄成胚胎了 离了你谁还把他当小孩啊 不仅觉得自己是偶像剧男主 我敢娶你 你敢答应我吗 还是高需求宝宝一枚啊 你上去以后 你得说点浪漫的话等着我啊 我们这个叫双向奔赴的爱 没公开时 缠着徐一扬索要名分 这是我 知道了知道 要被你劈死了 这是我对爱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那我忍得很痛苦 知道了不忍了咱不忍了 把自己不公开恋情叫做隐忍的爱 我这样不帅吗 怎么怎么就帅了呢 怎么突然就 这是隐忍的爱 公开后随时随地要抱抱 想抱抱 要徐一扬喂他吃东西 那你不让我吃 吃了我吃了 你为我吃了 他跟狗争风吃醋 你凭什么对着狗比对我都好 不是你狗哥是需要保护的 他两只狗给他六个小时先 我跟狗同时看着你去 你先摸完狗再摸我 我肯定先摸你 徐一扬稍微夸他几句 那嘴角比AK都难呀 可能就是遇到他之后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变化 就是我其实是个非常顺其自然且知足的人 徐一扬玩高空法所害怕 他在旁边疯狂暗爽 把别人都当成他们play的一环 他欠我手高了 包熊你了 我手好可爱 大家就寂寞了 你乖了 王子涛这死出 也只有徐一扬能受得了吧 之前一直不公开是有原因的 这对象谁拿得出手啊 不得被姐妹笑死 特别波噪然后情绪不稳定 不行不行不行 你有病吧 人家叫你耐心一点 你找的又不是我 你管我耐不耐心 你管他不公开 徐一扬你有这种忍耐力 以后干什么都会成功的吧